動物,那他們可以選自己喜歡的來畫 然後今天特別就是他們注意到 他們一開始可能想說,我要畫一隻動物 那他們講出來,可是他們畫的時候就會突然很難執行 不知道猴怎麼要畫,然後身體怎麼 不知道身體怎麼要長出來,那腳幾隻這樣子 所以就從他們要畫的動物去一個一個去看 還有它有特徵是什麼,耳朵長長嘴巴,鼻子長長耳朵大大的 然後呢,或者有捲捲的 就這麼說,整個你還是要說話